中国南篮12人名单正式出炉 对阵日本富豪赢来登场机会 乔尔街危机面临下课危机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南篮 聊聊聊在今天即将开启的中国南篮亚裕赛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临之际 中国南篮12人出正名单也是有了最新的更新 那么与此同时在本场比赛之后 作为南篮的主帅乔尔街危机也将迎来下课的问题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中午 相信广大中国南篮球迷都准备好了 去观看南篮的比赛 而且这一次我相信观战的球迷一定会超过第一场比赛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南篮显然要更加富有挑战性 而且意义巨大 今天这场比赛呢 是中国南篮在日本东京对阵日本南篮 这样的一场比赛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挑战性可以说真的非常大 因为日本队近期的崛起非常明显 那么在此前他们在世界杯当中打出了相当高光的精彩发挥 而且呢中国南篮近期的退步也是比较的明显 所以说当两队进行交锋的时候 日本队在主场作战一定是想要突破咱们中国南篮 日本主帅在赛前也是透露过这样的想法 所以在本战来临之际 中国南篮也需要在人员的使用上进行针对性的改变 有一些针对性的策略 而在这场比赛正式打响前 大家看到中国南篮也是更新了12人出战名单 这一次呢在名单当中 我们看到廖三宁依然是无缘出战 而翘尔加维奇所做出的改变就是用富豪顶替了内线的于家豪 在封线上给中国队带来了更多变化 那么其实这样一个变化也是显而易见 因为中国南篮面对日本队 我们的内线是拥有着更强的碾压实力 而富豪的身高和进攻能力 使他能够在场上和杨汉森或者胡金秋进行相应的一个搭档 能够让我们在内线保持一个相对双塔的比赛状态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 也是让富豪迎来了登场的机会 同时呢在本场比赛正式来临之际 其实关于翘尔加维奇 他也有可能会面临下课的危机 在不久之前 根据国内媒体人相关的爆料 翘尔加维奇他和中国南篮的合同是8月份到期 而对阵日本队这场比赛或许是他在南篮的最后一战 因为结合此前中国南篮比赛糟糕的状态 翘尔加维奇他已经失去了部分球迷 以及篮鞋方面相关的一些信任 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输赢 那么可能不会太影响到翘尔加维奇未来在中国南篮的指教 也就意味着他的下课已经来到了倒计时的时间 好了那么我们也希望中国南篮能够不受到外界影响 咱们南篮队伍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打出最好的表现 咱们也是一起在13点为中国南篮加油助威